第六十三集 场上蒋文林再次出价 四亿六千万 但是很快广播里就响起了一道声音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出价五亿 整个会议厅顿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以为那天价拍下星辰之类的神秘人 不是鼓舞界的 但是现在看来显然就是 这家伙是疯了 一定要打乱这个拍卖会的节奏 蒋文林冰冷的目光看了一眼广播 冷哼一声报价道 五亿三千万 话刚结束 广播又响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出价六亿 我靠 这是来闹市的吧 整亿整亿的家 这白草顶五亿已经算是到头了 居然又开始了 这次直接六亿 玩个屁啊 蒋文林脸色铁青 在他看来 这个广播背后的人 无疑是在对他蒋家挑衅 他直接站了起来 目光扫视全场 毫不客气地威胁道 我不管你是谁 为什么躲躲藏藏不敢出来见人 如果你再敢加价 我蒋家必然会找到你 让你后悔今天的行为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蒋文林坐了下来再次叫价 六亿一千万 这是他的底线了 突然广播又响了起来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 出价七亿 整个会议厅 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砰 蒋文林一掌 拍在了面前的桌子之上 顷刻间 整张红木桌子化为粉碎 可见这力量有多么恐怖 这代表着他蒋家的愤怒 台上的金冷雁 看了一眼 面无表情的叶晨 无奈地摇摇头 敲锤道 七亿第一次 七亿第二次 七亿第三次 成交 台下的叶晨兴奋地拳头紧握 总算得到单顶了 他自然注意到了蒋文林 别人可能忌惮他蒋家 但是他叶晨可不会 如果这个蒋文林 真的得罪自己 他不介意将这个 所谓的蒋家连根拔起 金冷雁也不想大家 在这件事上停留 拍了拍手 一个老者 瞬间将一个盒子 小心翼翼地拿了上来 他看了一眼盒子 对着台下众人道 此物是我金家刚刚得到的 用价值连成也不为过 大家不妨猜猜看是什么 底下顿时响起了无数道声音 一分钟后金冷雁摇了摇头 大家都猜错了 金小姐 你就别卖关子了 赶快说吧 底下有人着急道 金冷雁笑了笑 直接打开盒子 一股浓郁的丹香瞬间溢出 他揭开谜底道 此物由我金冷雁亲自鉴定 是一枚不折不扣的丹药 起拍价四亿 每次加价不低于三千万 此话一出 场上十几个人站了起来 呼吸急促 眸子纷纷地看向台上的丹药 丹药不光可以疗伤 更可以快速提升修为 这在华夏舞蹈界 几乎是传说中的东西 我靠 现在居然在拍卖会上问世了 如果别人宣布 他们可能不信 但是金冷雁亲自鉴定 怎么可能是假 短暂地寂静之后 十几个人开始疯狂地喊价了 从四亿瞬间到了五亿 五亿又到了六亿 叶辰 这东西真值这么多钱吗 夏若雪微微惊讶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拍卖会这么疯狂 我忘了你今天 刚刚接触到这个层面 座位上的叶辰脸色有些古怪 虽然物以稀为贵 但是他还是感觉到 自己卖给金家的丹药 价格太低了 不过他也不在意 毕竟这丹药价格越高 金家欠他的人情就越大 厂上经过激烈的胶着 那枚丹药 最终以八亿的价格成交 让叶辰觉得好笑的是 拍下他的居然就是那蒋文林 估计这家伙刚才问家里 又拿了几个亿 拍卖会圆满结束 接下去就是酒店的晚宴 叶辰 晚宴我们就不参加了吧 正好一起回去 夏若雪道 啊 对了 你不是说有十个亿吗 怎么从头到尾 没看你拍过一样东西 叶辰尴尬地笑了笑 你先和朱子轩聊一下 我去上个厕所 夏若雪美眸有些无奈 叶辰你是不是肾不好呀 尿皮尿急尿不尽 行不行 有本事晚上你亲自感受一下 说完这句话 叶辰就离开了 只留下脸蛋有些微红的夏若雪 001讨房 叶辰见到了金冷燕 金冷燕递出一张卡 认真道 叶先生 这张卡里有十五亿 八亿是拍卖所得 剩下的七亿是我父亲让我给你的 当然 那个金家的人情还在 毕竟还是叶先生吃亏 叶辰接过银行卡 没有丝毫客气 那白草顶怎么办 金冷燕递出一张纸 叶先生 为了安全起见 您把地址和电话写在上面 晚上我会亲自派人送到 好 叶辰写下了电话 以及汤辰衣品的地址 叶先生 晚宴留下来吗 家父想邀请您吃顿饭 金冷燕话还没说完 就被叶辰拒绝了 晚宴就不吃了 我朋友已经把饭做好了 外面的东西吃不惯 对了 记得晚上准时把东西寄过来 叶辰交代完便准备离开 金冷燕脸色有些不对劲 他父亲的晚宴将成谁敢拒绝 无数武道强者 巴不得和他父亲共进晚餐 结果这小子倒好 直接拒绝了 他难道以为拍下了白草顶 就彻底完事了 他父亲请他吃饭 完全是在救他呀 叶辰啊叶辰 你虽然得到了白草顶 但是你也要资格守得住啊 得罪了蒋家 你没有强大势力的庇护 就是在找死 我金家已经给你机会了 你没有珍惜 千禧酒店五楼监控室 三个管理监控的保安已经倒在了地上 蒋文林翘着二郎腿坐着 手里小心翼翼的拿着一个盒子 而盒子中赫然躺着一颗药香浓郁的丹药 今天倒是没想到收获了意外之喜 此丹药香极其纯正 和我蒋家珍藏的那些丹药截然不同 有点意思 蒋文林身旁的老者也是出声道 少爷 根据这丹文来看 这丹药准确炼制时间应该在十天之内 哦 也不知道这金家哪里搞来的东西 金家这头老狐狸居然愿意把这么好的丹药拿出来拍 莫非金家已经掌控了什么丹药渠道 蒋文林喃喃道 老者又道 少爷说的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 金冷燕这个人虽然是一个女子 但是不管实力还是谋略 都要比金家其他人高出不少 金家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之上是有理由的 如果金家这次真的掌控了丹药的来源 必然会甩出蒋家一大劫 蒋文林眸子中露出了一丝冰冷 旋即转过头看向正在查找监控的男子 质问道 我让你查的事情有结果了吗 男子点点头 将手中烤好文件的平板递给了蒋文林 平板之上显示着三幅画面 叶晨第一次进入金冷燕的套房 叶晨在拍卖会时 有进入金冷燕的套房 叶晨刚刚离开套房 男人继续道 少爷 按照酒店的监控来看 这个家伙应该就是抢走我们白草顶的人 甚至丹药也可能来源于此 蒋文林立马站了起来 眼眸带着杀鸡和炽热 什么 都是此人 你确定 那男人犹豫了一下还是道 白草顶和丹药对金家来说都是大事 金冷燕应该会亲自过问 我调取了监控 今天金冷燕只见过这个男人 所以这个男人的嫌疑最大 蒋文林看着画面中的叶晨冷笑一声 连我蒋家的东西都敢动 我看你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走 我倒是要会会这小子 他有什么底气动我蒋家的东西 蒋文林离开了监控室之后 金冷燕也来到监控室 准备清理监控资料 以往此事都是交给下人去做 但是这一次他决定亲自动手 但是当他看到监控室横躺的几个保安之时 脸色一变 他显然来晚了 而且闯入监控室的必然是蒋家 叶晨有危险 虽然叶晨拒绝了父亲的晚宴 但是他们金家在丹药上占了便宜 他也不能见死不救 金钱 小姐 我在 一个中年男子道 跟着叶晨他们 如果这家伙有生命危险 就出手一次救下他 也算是还我金家欠他的情 金冷燕吩咐道 是 小姐 迁徙酒店门口 叶晨和夏若雪一起走了出来 朱子轩则默默地跟在身后 心神不宁 走在前面的叶晨突然想到了什么 回过头看向朱子轩问道 你怎么回去 叶先生 我打车 叶晨一震 按照朱家的底蕴 这朱子轩每次出行 都有司机等候的 怎么现在沦落他要打车了 难不成朱家真出了什么事 他出来江城 朱仁德也帮了他许多 如果朱家有难 他也不会坐视不离 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叶晨道 朱子轩连连摇头 叶先生 没有 叶晨无奈地叹了口气 伸出手 把手机给我 朱子轩老老实实地照做了 叶晨将号码输了进去 便还给了朱子轩 如果真出了什么事 打这个电话给我 能帮我自然会帮 就这样 我先走了 朱子轩看着叶晨 和夏若雪离去的背影 眼眶泛红 不多时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当看到上面的来电显示 他脸色苍白到极致 该来的 还是来了